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除了澳洲以外 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 在上周五中国股市是再次上涨 户指是达到了3558点 涨幅为0.3% 深圳方面涨幅基本是原地不动 但是收盘也是在11500点以上 欧洲国家三个国家应法得平均涨幅在0.4%至0.8%之间 但是上周五天之内累计却有大约是不到1%的跌幅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继续刷持新高 而且分别是创下了过去几个月以来的当日最大涨幅 其中标普500涨了1.2% 纳斯达克上涨了1.3% 道琼斯指出上涨0.8% 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下跌了1% 石油则继续上涨 达到了惊人的66美元一桶的高度 比特币价格是回到了11500美元以上 但是在过去三周 比特币始终在13000美元价格之下 其他方面美元价格继续下跌 美元指数目前是创下了过去三年半以来的最低记录 并且看似依然是在寻找最新的支撑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说的一个主要说的就是 光说不练等于不做 我们知道这2018年过得也非常之快 大家还在回忆圣诞节的时候 现在一月都快要过去了 如果大家不留意的话 咱们再说几天节目 说不定又到了今年年底了 那么在2017年年初 我还记得就是整整一年之前 一年多之前的第一天的节目中 在2017年第一个节目中 咱们说的是恒生指数 那么在今年的第一个月中 我给大家说到的几个产品 主要是有四类 分别是澳洲指数 美国石油 中国150产品和英镑系列 这几个产品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本人都是对其长期看着 到目前为止 这四个产品的走势也是相当不错的 即便是表现最差的澳洲两排指数 现在也依然是在6000点以上 那么剩下的三个产品 石油价格从57涨到了66 英镑和美元和英镑及日元产品价格 分别对比一月初的价格是上涨 大约是400至600点不等 而中国A50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 接近于15000点的高度 那事实上 这些产品由于涨得太好 所以现在剩下了还有11个月的时间 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这样的涨幅下去 必定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呢 就是希望这些产品 在长期来看是上涨的产品中 赶快回调一些 这样让之前没有参与的朋友们 还有机会能够再二次进场 但是咱们今天说的呢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作为初学者来说 投资很大程度上呢 并不一定一开始一定是要为了赚钱 我们你投一千也好 投一万也好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的是 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呢 很容易就陷入一个 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的地步 那么从我个人经验来看 在开始的阶段 我们可以以非常小的单量作为尝试 但是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熟悉了这个市场 和熟悉了它的波动情况之后 再逐渐的加大仓位 这样呢 做到一个循序渐进 既能让自己的心里有一个过渡情况 也可以让自己的资金 一开始不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那么今天呢 咱们这个看到呢 昨天是 应该说的在上周啊 中国的A50是几乎达到了 一万四千九百点 接近于一万五千点的纪录 那么在今天 上阵A股商 这个开盘的时候呢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我们可以从图形上看到呢 从最高峰的一万四千九百二十点呢 是A50指数目前来说 已经下跌了接近于四百个点 目前最新的报价 大约是在一万四千五百点左右 毫无疑问的是呢 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呢 A50指数目前还是在 遥遥领先的上涨之中 但是呢 作为我们之前 如果没有参与的投资者 一万五千点进场 毫无疑问 是非常之高了 大家可能要问 那现在下跌回来了五百点 可不可以现在马上进场呢 对于这个话题 我们当然是不能说的 那我们能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呢 通常来说的下跌 是需要两至三天左右 才能稳定 那么如果我们保守一些来看的话呢 可以再过两三天 再对此做出判断 先不要急于做出结论 因为我本人的观点呢 是喜欢买涨不买跌 也就是说 等A50正式的从下跌 转为上涨之前 我是不会再去考虑的 我会等到它完全跌完为止 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呢 当时A50的第一次回调 是从一万四千点 整整是下跌了一千一百个点 跌到呢 一万两千九百点的地步 所以说现在下跌只有四百个点 如果参照上一次的幅度 还有整整七百点的潜在空间 所以我们如果是对于A50产品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本周对它增加关注度 但是呢 现在来看 它今天是下跌了四百个点 我们如果是这个对它有兴趣的朋友 但是呢 通常来说第一天不要急于动手 那么最后呢 咱们再说一个这个 就是其他题外话 有很多朋友 我们客户朋友们的孩子 在澳洲读书 今年刚考了大学 他们都在问我呢 以后也想从事金融行业 问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那其实我本人经过十一年的工作经历来看 从现在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是啥呢 就是很多时候啊 其实像在澳大利亚读完了非常高的学历 本科也好 硕士也好 其实并不能够保证你以后工作 一定能够一帆风顺 也许一个好的学校毕业 是你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 但是之后的发展 还是要以每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为准 换句话说 你只有真正喜欢你的工作 喜欢你的行业 你才会花心思去研究 要是你本身 比如说假设你是为了赚钱才从事这个行业 本身非常讨厌数字 非常讨厌的看股票 不得已而为之 是为了呢 比如说是买房赚钱 或者是存钱娶老婆也好等等 在我看来 如果是以这一些原因为目的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 您在这行业呢 不会干得长久 即便是干得长久 很大程度上 你自己也会很痛苦 所以说我们选择行业也好 选择工作也好 最大的第一个考虑的原因 还是需要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 你只有喜欢这个行业呢 我才建议你呢 真正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今年高考 想进入金融行业的这个新的学生们的一些小小建议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行业喜欢 那不妨可以研究一下 要是你只是觉得它只是作为你的一个赚钱的工具 那我是建议你还是去选择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宜 好了 今天呢是周一 晚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新闻 所以大家呢 不必对于某一个产品太过于担忧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